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驾设了扫描检举QR Code的告示牌 借此要提醒驾驶人减少违规停车的发生 您有看过汽机车违规停载公车停车格前的景象吗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为了改善公车停车格及公园违规停车问题 因此特别驾设扫描检举违规QR Code告示牌 期望要减少违规停车的发生 后车停这边还有公车格 它违规占用的情形是比较严重的 那我们就制作了一些宣传的海报还有广告 那上面还附有检举交通违规的QR Code 那其实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提醒用路人 就是不要违规停车造成公车进出的交通安全上的困扰 如果说民众有这个违规的情况的话 那可以将这个拍照状况上传到我们的这个检举的专去 那我们这边受理以后就会进行采访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规划的扫描检举违规QR Code告示牌 目前共有三处 分别在长庚医院公车后车亭 桃园区文昌公园 中立区文化公园等地方的周边公车站与地下停车场 借此要提升当地的交通安全 因为我们桃园交通局这边致力于改善这个交通环境 那我们发掘到这个长庚医院桃园的这个文昌公园 中立的文化公园 那这两处公园 因为我们近期交通局才刚完成的这个地下停车场的这个批件 而且也开放启用了 所以在这个当下我们也整顿了这个这两个公园周边的交通 在这两个公园周边也设置了相关的这个警告的告示牌面 那也设置了相关的这个检举违规的QR Code 目前桃园市政府交通局已经完成三处的QR Code告示牌设置 而民众如果有发现违规停车的情形 只要在拍照后扫描告示牌上的QR Code 并上传照片附上时间及地点就能马上检举 记者网络军调报道 桃园市副议长李小中 平时除了在市政方面替市民监督政府 数十年来也不断的关怀弱势族群 这一次是选在耶诞节的期间 和果农定制了一万两千斤 富含营养价值 又切合年节气氛的柳丁来分送 希望能够借此让弱势族群温馨过好节 桃园市副议长李小中将一箱箱的柳丁 从大货车上搬下来 并随即放上舍服团体的车上 而这一万多斤的柳丁都是副议长特别订来 要捐赠给桃园市的舍服团体与关怀据点 希望借此让弱势族群过好年套个吉利 十几年来每年都有上万斤的柳丁 来回馈给我们地方的弱势团体 儿少等等的单位 今年比较特别不一样的我把它改变为这个里社区的关怀据点 来关怀这些老人让我们这些长辈们也能尝到鲜甜的一个新鲜柳丁 那柳丁为什么我会买柳丁 因为柳丁除了应景之外 还有它的存放期比较久 可以吃到过年都还没有问题 那这几年来因为景气的关系还有疫情 对这些弱势团体 他们所收集到的一些社会的物资 缺少很多 所以他们经营的非常困难 我特别特别借这个郑重柳丁的这个像抛砖引力 让社会更多的善心人士来参加于这作为社会公益活动 副议长李小中除了在市政方面替市民监督政府以外 多年来李小中也不断关怀弱势族群 这次选在夜旦节期间 特别跟果农定制一万两千斤富含营养价值 又契合年节气氛的柳丁来分售 也让社福机构与关怀据点感到相当窩心 感谢副议长对我们各社区的关怀 我们对这个柳丁我们除了给会员享用以外 我们最主要是给关怀祭典的长辈 他们每个我们每个礼拜三礼拜五 我们都有在做长辈用餐 长辈关怀祭典用餐 我们给长辈结志工朋友大家一起共享 能够这个给果农一点的收入 我就跟他收购柳丁 每年我至少要收购他一万两千斤以上 以那边批号的价格 那收购上来我自己车子下去载上来 给果农有一个收入 也能够来回来我们桃园 来做一个社会的一个公益事业 桃园市副议长李小中 今年有别一望 除了将一万两千斤的柳丁捐赠给社福团体 同时也赠送柳丁给桃园市的关怀据点 希望要借此抛砖引玉 并呼吁更多的三星人士 一起帮助弱势族群与社福团体 为在大园区的西海里 由于地势低洼早年经常发生淹水的情况 西海里为了解决淹水的问题 除了配合市府推动水患自主防灾社区之外 并且是透过将荒废的农地改造为 兼具美观的梯田市防灾制洪池 借此成功来改善当地的淹水问题 近期随着汛期来临 桃园市内各个淹淹水地区该如何防汛 也成为桃园市政府改善的重点 而未在大园区的西海里 由于地势低洼 因此早年也经常发生淹水的情形 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 我们现在守在地是圣德北路跟田溪路口的交叉处 这个路口以往我们只要强降雨 有大雨发生 我们这个路口就会积淹水 会造成我们所有车辆情境的危险性 西海里古收的地名就叫做西州址 西州址就是两条河川 就是我们田兴止溪跟双溪口溪的交汇 交汇冲刷而成的一个西州地 所以我们原本的地势就是比较低洼 容易受到两条溪流 还有我们这些豪大雨的影响 很容易积水的地方 大园区的西海里一直以来都已栽种花卉文明 同时近年来西海里也积极种植各种作物 而西海里为了解决淹水问题 除了配合市府推动水患自主仿灾社区 同时透过将荒废农地改造为提田市仿灾自洪池 届此也改善当地的淹水问题 我们西海里自从104年参加水患自主防灾社区以来 我们一直积极寻求解决这个激淹水的方案 所以我们就利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片的 荒废30年的秀根农地 田根农地 我们来打造跟地主学商 我们来打造成我们的监济防洪 我们的制洪还有我们的生态 还有我们的一些景观设施 我们来打造成这个全国第一座提田市的景观制洪池 非常有效地解决我们盛德北路跟田溪路口 这么多年的积淹水的问题 目前西海里透过将荒废农地 打造成全国第一座的提田市制洪池 不仅成功改善盛德北路的淹水问题 同时还在制洪池周边设置装置移宿 并结合周边产业 期望要将昔日的淹淹水地区 打造成游客喜爱的观光场所 记者王中军团报道 观众朋友听过植物染吗 植物染是有别于一般的染剂 主要是透过萃取植物的汁液 并且利用植物本身的颜色来做染料 不仅仅是安全无毒 同时更是充满了制作者的爱心 各式各样色彩新艳的染布及笔记本 就摆放在桌面上 表面的图样看起来不仅充满艺术感 同时还很环保 而这些色彩缤纷的作品 全都是植物染老师吕亭正 透过一步步细心的植物染工法 所染出的美丽作品 植物染它是环保天然随手可得 我们要经过一种萃取 必须把它熬煮 萃取它的一个汁液 然后我们的布呢 要经过染前处理叫姜豆汁 我们的棉布呢 比较没有蛋白质 我们需要做一个前置作业的处理 透过我们的绑的动作 缝的动作 夹染的一些的动作 才可以入锅去染布 在染的当中当然也是要 满满的爱心耐心细心恒心用心 要不停的脚步 不能让我们的布产生布花 植物染有别于一般的染剂 主要是透过萃取植物贴染的汁液 并利用植物本身的颜色来做染料 不仅安全无毒 同时还很自染 而其中来自新竹新浦的试染 又称作日光染 更是将废弃的饰皮再利用 并将青室的汁液 融入创作的环保素材 那我们客家人客情客解 会把我们的饰饼刨下来的饰皮 再生利用可以再来主染的动作 那当然在我们八九月份的时候 我们会利用我们的青室 饰果把它提炼 榨成汁液 变成我们的一个 很棒的一个绘画的一个染材 那我们平常是要固存在我们的冷藏室 所以它的特性是 越久时间在空气接触会越牢靠 所以又叫做日光染 那早期因为是因为饰饼 曹饰饼 所以把衣服都沾到了颜色 我没想到它可以产生这么天然 朴素的一个色彩 于是最近产生了一个 饰染的一个文化 植物染的染材众多 且全都取之大自然 像是饰皮 青饰 洋梅树 茶叶 咖啡豆 及洋葱皮等等 都是植物染非常好的染料 而民众如果想要学习植物染的相关知识 欢迎民众前往新洋平社区大学 一起体验植物染的奥妙 记者网络军桃园报道 随着时代的变迁 再加上休闲娱乐的种类相当多元 让原本传统的缝纫工艺逐渐消失 因此桃园八德区新人里 特别是举办了缝纫猫头鹰的活动 将近有100个人参加 看了满满的猫头鹰作品展示成果 真的是相当疗愈 来到新兰里活动中心 会看到满满的人潮 究竟这是什么活动呢 就让小小朋友来告诉你 大家好 这是我跟妈妈做的猫头鹰很可爱 没错 就是由里长检育方所办理的 缝纫猫头鹰活动 现场吸引将近100位的民众 前来参加 我希望说借由活动呢 增加他们对生活上的一些乐趣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用手做猫头鹰呢 来让大家来参与 那么大家借由在这个活动当中呢 拿着针线 投缝补补 那也借由这个机会呢 大家在这个地方呢 来聊天 叙叙剧 此外市医员履林小凤 也前来与民众同乐 虽然他表示已经将近20年 没有做过缝纫 但是从画面上看起来 动作依然十分熟练 猫头鹰呢 他就是像每一位里长 每一个民意代表 他都会守护地方 我就觉得说 来这样子动动手 来动动脑 眼睛呢 不要看手机 我们来看 我们喜欢缝纫的每一块布 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少民众都在家里闷坏了 因此里长是希望 借由这堂缝纫课程 让大朋友小朋友 都可以走出家门与人互动 桌上满满的猫头鹰沉过 看了相当疗愈 就让我觉得说 好像会重新回到我 国中时代的家政客一样 好久好久 已经没有拿起针线 那在那边缝缝补补的 发现自己做起来 蛮很可爱的 缝得很高兴啊 而且 本来不会缝纫 现在很像会缝了 随着时代变迁 再加上休闲娱乐的种类多元 让原本传统的缝纫工艺 逐渐消失 这次的课程 不仅让大家 重温传统技法 也成功达到 跨年龄的艺文交流 记者游家瑜桃源报导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民众 对于一些活动的举办 造成生活上的一些不变 颇有为辞 那我们观光发展 跟文化推动上面 它的平衡点到底在哪里 我们希望桃源市政府 能够广纳善言 以百姓他们的需求为依归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源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源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源 活力之都希望桃源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源越来越好 还有热闹丰收的桃源 这边全是ichte桃源 而且黄源越去哪里